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週一股的環節 逢星期一的嘉賓 繼續有要塞晶圈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 安娜 為家庭觀眾推介股份 安娜 你好 阿娜 你好 回顧上星期推介股份 上星期推介中國東方航空編號670 對比與恆子表現 上星期恆子達到25,000多點 五收跌下去 報24,784點 變動比較大一點 跌超過1% 相反而言 東方航空公佈業績之後 這星期也有一個動動 升超過1% 暫時有利潤在手 五收收在2.63元 不如看看上星期 Anno 給我們的投資建議 當時買入價是2.6元 公佈業績的時候 說到盈利跌了98% 而且賺4,800萬 其實上次 比较之前的營景方面 就說盈利會少於5,000萬 其實都符合在預期之內 其實這次的業績 對它來說 表現影響有深不深呢 以及是否維持中短線的部署 那沒錯 東航在上星期五發營業績之後 其實業績對於股價的影響性 就真的不是太大 雖然說盈利大跌了98% 但是始終說 其實三大的內地航空股 都發了一個刑徑 大致上都適合預期 你看看業績的細節上面 看到盈利能力 其實如果論看經營利潤的狀況 有個大升的跡象 受惠一些航線有補貼的政策 而帶動 其實看航空股 一直以來如果論基本因素 你說核心問題燃油成本 這些壓力非常之大 但是上星期提到 第一 未來 東航會發展廉航的發展 我相信你說內地方面 廉航的市場 其實是增長 或者未來的表現 可以有條件提高一線 另外你看到 其實無論是東航 或者內地的航空股 很多航空大型的公司 現在都不停積極地 換回一些新型的客機 這些客機 相信有助他們控制燃油成本 而你看到今次來說 東航業績的燃油成本壓力 都沒有特別大增的情況 這方面我覺得 正體而言論表現是不錯的 純粹唯一的問題 就見到人民幣的匯對虧損 都令到他們的盈利大幅下跌 不過你看看 始終見到人民幣由六月開始 強勢已經回復了 現今市場衝敬內地的經濟 未來有一個回升的跡象 如果能夠達到這個預期 人民幣其實是有條件 再進一步上升的 因為始終見到近期來說 內地方面出口仍然比較強勁 但入口仍然比較疲弱 這些因素可以令人民幣的上升壓力 未來會逐步增加 所以我想你看看 下半年航空股其實是有條件 看好一線 所以我覺得維持策略 如果能夠在兩個六這些位置買了 中線部署問題都應該不大 後市來說我覺得有條件 試試個52週高位 再看看可能三個二座的水平 好啊 請多謝Anno 推介這隻股份就是670 現在都已經是繼續上升 做2.64 我都問回Anno 全新一個星期 又為家庭觀眾推介哪隻股份呢 現階段基本上到九月份 都算過了業績高峰期 其實看回上個月月尾那段時間 在業績表現上 你說一些公司的業績 營利能力非常優勝 股價未必上升 因為市場都覺得在預期 甚至擔心未來來說 能不能夠維持增長動力在這裡 同樣地 有些業績反應可能表現差一點 但是好過市場預期 股價有大升的跡象 所以你看回 你說從剛剛業績發布完的公司 去選擇的投資策略上面 老實仍然需要時間去消化 但是我想你看回 現階段試況是有調整的勢頭在 亦都不清楚 調整期間或者時間會有多長 但是我想你看回 如果從基本因素上 我想你說中資股後市來說 是有條件看回好一點 但是你說這幾個星期 真的在說中資股 推了非常多一隻 所以這個星期跟大家推介的 可能真的比較穩健 亦都是大家聽過很多次的 我選了就是 可能始終都是受惠外圍經濟方面的表現 和黃13號這隻股份 好啊 其實看回之前來說的一些記錄 其實之前都是推介過兩次的 當時就是2013年7月期間 都已經是推介過了 當時的買入價就去到87元 而目標價也都是去到100元 成功沽出的 當時上升了大概兩成 而且當時也是派了一次息 有6至7厘息 看回第二次的買入價位 就去到101元 是2014年1月的時候 即今年年頭 其實目標價就想看到120元 當時就衷敬說可以分拆Watson市的消息 不過這個消息就沒有再跟進下去 其後就將25%的股權 就是賣給達馬錫 其實是不是都接下來 可以繼續有一個衷敬在這裡 的確沒錯 過去兩年差不多 在每隻股這個環節 都推介過兩次和黃這隻股份 其實你說和黃 一直以來 我想我也看好股價的表現上 因為始終在說 整體而言有很多的利好因素 你說在2013年那段時間 在他們發佈中期業績之前 第一次去推介這隻股份 最主要都覺得 公司無論在電訊業務也好 或者零售、港口業務上 都未來隨著歐洲的經濟復甦 前景是有條件提高一試 而股價也升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你說上次推介一段時間 在100元這些位置再去推介 那段時間 就看好未來他們分拆的零售業務 包括Watson市 有機會上市為和黃 未來來來說 能夠實現價值在那裏 但是最終 那黃黃就選擇沒有去分拆 Watson市 把部分的股票買給大碼 所以看到股價 其實現階段雖然回落同一百元這些位置 但是其實扣除了特別息 在那時候推大 現階段手上的利益 都有6至7%左右 其實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再次推介 第一就說 零售業務上 雖然你說短期來說未必會分拆上市 但是隨著歐洲的經濟復甦 前景是有條件提高一線的 再加上現階段 其實近期和黃的股價疲弱 我相信只是一些短暫性的因素 長遠來說 隨著歐洲央行 又有更多刺激經濟措施的政策出來 歐洲的經濟只要慢慢改善 我覺得和黃的股價 再向上破頂的難度 也不算非常困難 現在暫時的股價 都是去到100元的位置 都有機會去憧憬 不如我們都去跟進業績方面 其實一個月左右 已經公佈了中期的業績 看回當時和黃的 中期業績已經大升1.3倍 大概去到284億多 當中為何會大升1倍多 其實都說回一些一次性的收益 可能是港燈 賣港燈和Wattsense 方面 有回一些一次性的收益 如果撇除了一些一次性的收益 去看回核心盈利來說 其實都有升1.3倍 去到135.2億 會不會都是一個挺好的表現 其實論大數 和黃的表現一點都不差 雖然收入Ebit的增長相對比較緩慢 大陸看到核心盈利 當然核心盈利有1.3倍的增長 甚至說中期順利 大升最主要是說一些一次性收益 包括港燈 和分拆了Wattsense 等等 出售了Wattsense相關的股權 大陸看回核心盈利 有個13%的增長 主要受害他們細節業務上的表現 但值得留意其實這些位置 不需要太擔心和黃的未來來 股價會不會出現高位配股等的行為 因為你看到他們分拆完 出售完一些相關的股權之後 現階段由於現金水平不斷上升 因為出售相關的業務 令到他們正負債對權益比率 現階段只是25-26%左右 其實和黃未來融資雜資的需求 不是真的非常龐大的 所以後四來說我覺得 這個業績上 整體大致上的數字是表現不錯的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上 最值得留意就是看到 負債水平一點都不高 所以未來而言 和黃對資金的需求 不是真的那麼緊絕 長遠而言是有利公司的長線發展 好 接下來還有 其實都想問一下Ano 接下來會不會說 還有什麼亮點在和黃方面 其實都跟進當中的六大業務的情況 其實都會見到 譬如他們的電訊業務方面 譬如歐洲3的業務 EBIT的增長 都是有大升2.3% 其餘再說說 譬如Huckis的能源方面 雖然收益按連要下跌 但是EBIT也有增長 反而看到情況比較差 就是地產和酒店的業務方面 為什麼會是這樣 會不會在地產和酒店方面 繼續拖累他們的發展 沒錯 其實和黃今次的業績 其實整體表現一般或者略為好的市場預期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支柱 就是看到他們地產和酒店的業務 真的相對地 無論收入的表現 或者EBIT的表現 都是做得非常之差的 主要原因就是 始終說 第一他們在內地方面的酒店 或者地產項目的發展 相對地比較緩慢 第二就說香港的地產思路 都開始有轉差的跡象 但是這個問題 接下來的下半年來講 隨著看到 香港無論是酒店 或者地產市場上面 那個情況沒有預期中那麼差 甚至有近期來講有改善的跡象在這裡 這是一個利好因素 但是長遠看看 為何再推和黃這個股份 其實最主要 第一歐洲三集團上面 EBIT的增長 最主要都說到 他們的電商業務都開始大約收成期 你說始終在說電商業務 特別在海外上 他們在歐洲的市場上 整合進度是非常不促的 海外的電商公司現交店面對著資金不夠 但是現交店看到和黃反映在海外市場 可以成為更多收購合併的機會 這方面的前景來講 我覺得絕對有條件看好 至於港口零售業務 始終跟經濟敏感度相對地較高一點 我始終看好歐洲未來的一兩年 經濟表現有回戀的跡象在這裡 所以這些因素 我都覺得未來 你說業務上面 無論是港口零售方面的業務 甚至環球的經濟復甦 對於它們哈斯奇的能源的業務上面 都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所以其實看回六大業務上面 整體而言我都覺得不需要看得太差 甚至除了避產和酒店上面 未來的相關業務 都會成為它們發展的兩點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再去留意和黃這股份 我覺得問題真的一點都不大 好 麻煩你安樂為我們分析 暫時這一節先談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再跟大家說說 究竟有甚麼利好因素 是要推介和黃的 稍後再談 謝謝各位